大家好,今天很開心 我們經過這麼多年終於在台灣辦了這一場的沙樓 以往都在大陸辦 其實今年在北京、上海都還有很多人邀請我辦 因為每年都會講一次這種主題 我特別今年打地點放在台灣 那在這邊我們要特別先感謝美華提供這個場地 第一個字怎麼唸?有沒有人會唸? 俠 對,沒錯 俠健康,安心食材小布 Facebook搜尋就可以看得到 好,下一頁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風水 那風水是什麼? 我們經常會看到人家在講風水 你們經常聽到人家講風水在講什麼? 這個房子經過我們都沒改造 那個屋主就立刻買豪宅、買豪車發大財 對不對? 所以放個水晶洞有神奇的摧彩效果 經常聽到都這些,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告訴各位風水是什麼? 其實風水它是一個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 也就是說,古人他為什麼要有風水這樣子一個學問 風水這個學問它最初 最初它只是為了讓人居住能夠舒服 所以我們中國古人是在中原嗎? 中原地方他在靠北邊 必須要坐北朝南 對不對?為什麼要坐北朝南就知道吧? 風風暗了 對,風風的 南方有陽光 你們如果在中國居住過 你們就會知道南北的差異到底有多大 同樣一間房子 北邊的房間跟南邊的房子相距不過兩公尺 那個冷熱就差非常多 你們沒有居住過的人可能無法體會這一點 所以古人最早要去研究風水這個學問 它只是如何讓人居住的舒服 接著他還研究 這些天地之氣它是怎麼形成怎麼運行 這些天地之氣如何進到我們的生活環境當中 讓我們人可以去利用這些氣 那其實風水在講的就是這些氣的運行 對於人的影響 所以其實它講的就是人與環境的關係 因為地球會有四轉還有公轉 對,太陽有公轉 還有九大行星對著地球也會有相互的作用 好,來,先考各位一個常識 木星,聽過吧? 聽過 木星跟地球的交會 算是木星繞一圈它的周期是多長 有沒有人知道,舉手一下 十二個月 十二個月 十二年 十二年 我把你太歲就是因為木星的關係 就是因為木星的關係 對 其實這些所有的星體對地球的影響 對,所以我們在研究風水 其實你要從原理上去下手 所以它看的是一個天地之氣的一個作用 好,下一頁 這是什麼地方? 台北 對,台北市 所有的城市它的行程都是有原因的 我們在古書上它對風水的記載 其實最早古書上對風水的記載 他們在講的都是氣的運行 兩山之間必有水,兩水之間必有山 沒錯吧? 山上會有什麼? 氣 我們有點講龍對不對? 對,山是一個龍的形狀 古人用龍來比喻山 山上有樹木 樹木可以怎麼樣? 樹木可以氧氣 所以我們經常會說我們到聖令裡面去吸收 分多金 對 然後呢 這些氣它在山上形成 它會沿著山往下走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龍脈 龍脈子的作用是什麼? 把氣運下來 好 然後 氣到了水 氣會隨著水而運行 所以 氣、水、水、行 水指、氣指 水對於氣 它有帶動氣運行的作用 它也有把氣停下來作用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所有的城市 我們可以看到古時候任何一個大城市的發展 它都一定跟水有關 對 為什麼跟水有關?我們都會知道 依據我們讀的歷史、地理的書 都會告訴我們 取水方便 取水方便 還有一個 運輸方便 運輸方便 周機之力 但是 其實在風水上的說法是 水會把氣帶過來 人在這個地方 他得到這個氣的作用 他會覺得生活的比較舒服 其實這個是風水的最初的原理 是在這邊 那所以水流要慢 因為水流快的話氣就會被沖走了 所以你們都聽說過嗎? 這個人都聽說過 水流要慢 那個氣才能夠 才會流下來 而且水要彎 所以古時候的書上 它會這樣講 水就是龍 龍要彎才是活的 龍直就是江 江死了 那當然古時候的書不會告訴你 原因是什麼 但是其實 我們如果去細探它的原因就是 水流要彎 它才能夠 因為彎的時候 水流會怎麼樣 它會變慢 對 變慢之後呢 氣才會怎麼樣 才會出來 氣才會停下來 這裡的人才能用到這個氣 所以直它就會快 高速光路很直 所以上面開的車都很快 那那個 路只要彎 車子就開不快 但是現在的人開車 不管是遲 或是彎座上開很快 所以人家會說 高架橋旁邊 叫做反攻煞 對不對 因為高架橋上面 車子都開很快 那那種 那種路 它帶來的氣 跟水帶來的氣 就是又不一樣 對 好 所以 台北盆地 它是怎麼行 台北市的行程 是由盆地行程的 而且台北盆地 最早發展的地方是 什麼地方 大道城 對 大道城 所以剛好是歪的地方 對 大龍洞是在這一邊 它都是水行比較慢的地方 大龍洞是那個 基隆河跟新電溪交接 或者是淡水河的地方 對 這些都是 所以我們 風水它的原理就是 它必須前有罩後有靠 先有罩就是前面有水 為什麼前面要有水 因為氣從山上下來 遇到水會怎麼樣 會停下來 會停下來 所以氣就能在這邊聚集 所以這就是 城市行程的主要原因 那當然我們可以說 現在城市的行程 可能跟這個關係 又沒那麼大 因為現在交通運輸 以及各方面 都已經有所改變了 好 然後 左右要有暴 就是說我們氣從山上下來 以前又遇到水 但是左右要有沙把它暴住 然後氣留在這邊 所以暴住的這個東西叫做沙 然後 山上就是叫做龍 所以來龍有氣 左右有護衛 穴就是我中間暴起來的這一塊平地 那台北市它感覺就是一個穴 然後穴就叫藏風聚氣 然後水它有聚氣 最後講到一個就是它的 我們房子會有做像的問題 像它就顯示到離奇的計算 好 那離奇的計算我們後面會講到 所以大體上這個風雪它的原理 是這樣子 所以城市是這樣形成的 好下一頁 所以這是台北市的地圖 所以這是台北市的地圖 那我這邊特別要強調的 其實就是 就是這一個關區的地方 這個地方形成的叫做 就是萬華區嗎 蠻嘎 蠻嘎 對 然後再來 這裡關區的地方形成的 這個地方叫做 三叢 這都是比較早形成的居路 好 來下一頁 好來 有講聲答 哪一邊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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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條河 左邊還是右邊 左邊 左邊 哪一邊 我覺得是左邊 這一個 好 謝謝 有講聲答 好 原則上應該是左邊沒有錯 因為我們喜歡在 彎眼 在這個彎的地方 內側這叫做 玉帶環腰 好 那這一邊 我們一般這叫反攻 好 但是其實以我的看法來講 如果它水流是慢的話 其實左右兩邊 都能得到它的好處 那這地方 我們 再做個小廣告 感謝知名博主 At方秘幼記 提供的 照片 我們這邊用了很多它的照片 好 那 秘幼記是一個 辛納維博的知名博主 接下來 這兩個 哪一個風水 還是一樣 一二三 舉手 好來 請問 哪一個風水 好 下面 下面這個風水比較好 對 好 來謝謝 好 其實像這種東西 像希臘 它都是在山上 方子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其實在風水上來講 它的氣就是沒有辦法聚集 對 它直接氣就是直洩而下 其實這種氣直洩而下造成的影響 非常非常明顯 我們各位知道羅盤 羅盤是用來量東西南北的 其實它 對 你講的對 羅盤表面上我們覺得它好像在量東西南北 但是你會發現當你拿著一個羅盤 你站在同樣的一條線上 你的面向位置不變的情況之下 你所看到的羅盤指針在每一個地方看到會不一樣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整個氣勢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看到會差不多 但是 我曾經 在很多的看宅經驗之中 我們看到 同一個房子 前後一定是平的 我們在前面量跟在後面量的那個度數 可以差到45度 你知道45度是多大嗎 360度裡面45度有多大 你知道嗎 等於是已經換了一個掛位了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那種情況 我遇到的那種情況大部分都是玄武無靠 也就是說我們經常會看到那個房子為了造型 它的房子的後面就是這樣下去 下去 然後一個地下室再上來 這邊是地下室的 這邊是地下室的室內 這邊是地下室的室外 然後它的房子在一樓的這個地方去量 它的氣就非常的不穩 然後而且我見過一個奇葩 它更厲害的是在地下室的 因為這個公寓嘛 大樓嘛 那它的這個下去 凹下去這個地方 它的目的是為了它地下室採光 所以它做了這樣的設計 對不對 然後那個老兄他很聰明 他就充分利用那個地方去種菜 然後種菜也沒什麼關係 但是因為他們是在內蒙 然後他們就取材方便嘛 就直接拿馬糞來當肥料 所以他就 我就覺得在自己家的後院堆了一堆屎 我就跟他講說一定要改 他不相信 都沒有辦法 所以那種情況就很類似像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這種在連一個房子有這樣子的情況 都能造成氣不穩的 那個狀況是怎麼嚴重的狀況 所以當然我們也知道希臘最近經濟也是不是很好嘛 它是靠觀光嘛 像這樣子其實它有一個緩波 波也不能太急喔 波太急那個氣會太強 就像水油一樣 一樣對 然後要緩波要有水要有沙把它抱住 然後房子再去算那個才能去拿那個氣 好 這個地方是在智利 智利各位知道它是一個非常狹長的國家 然後它都是山 所以它的房子會蓋得很像我們的九份金瓜石 像這種東西都是不利於它的居氣 尤其這種是屬於氣容易往外線的狀況之下 會造成的情況就是人口容易外流 好 那當然你們就會說 那以前金瓜石也很繁榮啊 人口也沒有外流啊 是現在外流了 你們可以說外流的原因是因為金礦沒落嘛 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經常見到這種例子 很多風水上我們是認為它是不好的 譬如說我們舉例來講 我們會認為地下室的風水一定沒有上面好 對不對 但是你們現在可以看到 多少地下商場發展的多麼的繁榮對不對 尤其像上海 好多的地下商場都租金高得不得了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講一件事就是說 很多事情我不能單一而論 風水是原因之一 但是城市的發展它是另外一個原因 所以很多的事情風水有影響 但是你不能把風水影響無限上岗 你不能把一切的原因都回醉到風水上面 譬如說 就會有人說 欸這個地方經常有人跳樓 那是不是這個地方風水不好造成有人跳樓 那這個點我就是抱持極度反對的態度 對 為什麼會有人喜歡在那邊跳樓 譬如說像上海學家會 有一港會紅龍風場 那地方經常有人跳樓 然後就開始有一堆人在研究他們的風水是不是出了問題 然後 那我的看法 他那邊為什麼會有人喜歡跳樓 因為他的護欄做得很矮 方便跳 然後下面又很高嘛 跳樓一定會死嘛 所以方便跳 方便跳成功率高 對啊成功率高啊 所以後來他們把那個欄杆加高之後 加到這麼高之後就沒有再發生過跳樓 所以有些人在講風水他就會牽強附回 那我是覺得說有些事情你必須 風水是原因之一 但是你必須結合社會因素 結合很多其他的條件下去看 像這個就是我們認為會比較好的風水 因為我們剛才講氣 聚氣 樹可以聚氣氧氣 所以像這種在樹林裡面的方子 假設他又沒有其他太多的破壞條件來講 他的這種氣一定是會比較穩的 那前面這個地方 他是一個湖 其實是湖就比較不好 因為湖是死水 對 然後死水他會把氣吸進去 但是他不會帶新鮮的氣進來 所以他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很多社區喜歡在中庭做一個湖 或是在社區外面做一個湖 當我知道 要請我去看風水 我會先了解社區周圍的狀況 如果有這種狀況 那這因素就要很小心的去處理 他對你到底有沒有影響 我也曾經有過一個案例 有一個客戶 然後他要買一個房子 然後我就說我們沾一個掛 就是拿了銅錢搖一搖 要沾一個掛 看看這個房子風水好不好 然後呢 那個一搖出來我就覺得 這個房子北方好像有點問題 那掛上面在北方的位置有點問題 然後我就請他把整個房子的平面圖 以及外區圈過圖給我看 結果果然發現那個房子在北方有一個人工湖 然後他就把氣吸走 所以這個風水到底好不好 以外型來講他是不錯 但是因為他這個湖的關係 他會造成附近的房子 他的氣會受到影響 我們剛剛講水會把氣帶走 同樣水也會把氣 留在這個地方把氣吸走 所以如果你家旁邊 我們家旁邊有小河 對我們小時候唱的那首歌 後面有山過 對後面有山過 後面有山過很好 而且最好是在我們家前面 最好是關嚴的 對 千萬不要是一個直的就不斑 人家說你前面如果是一個直的 就把你的財帶走 原因就是因為他把你的氣帶走了 氣太快了留不住 對氣太快帶走留不住 住在裡面的人頭腦會不清楚 裡面的人健康狀況不會沒那麼好 其實風水講到最後他要的一個原理很簡單 住在裡面的人健康好 頭腦清楚就可以做出正確決定 所以人家會把這個東西跟錢財賺錢 綁在一起的說法 原因是因為這樣 但是我們要留下原理是 是因為氣 那我們剛剛講到 氣它有水帶來 那前面必須 我們的房子前面必須要有一塊地方 可以讓氣可以運行可以穩定 好 那所以這塊地方叫做明堂 好 那麼我們來看這張資料圖片 這個是台中市政府 我們會發現我們古時候的人 在蓋房子都會比較符合學理 這是舊的台中市政府 現在新的不是這樣子的 舊的台中市政府 它前面就會壞廣場 那廣場上一定會中花 你們很少看到 舊的那個建築物 前面臨近我們大概一兩公尺之內 就是噴泉的 很少看到 基本上是看不到 但是現在很流行這樣的設計 因為古時候的人其實還是比較懂風水 所以台中市政府 舊的建築物前面有一塊很廣闊的廣場 可以讓氣穩定 對不對 這叫做明堂 好 這叫萬明堂 好 那我們再站一下 這就是我們比較新式的建築物 台北市政府 來比較一下這兩個哪一個好 上面這個好 因為台北市政府前面直接是馬路的 馬路的氣是亂的 對 它還有一個充 對 那我們當然可以說 台北市政府前面好像一塊很大的明堂 但是問題是它是馬路 它的氣是不穩定的 那氣沒有穩定之前 它是不能進到我房子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還是搶答一下 這個風水好不好 不好 不好 對不好 這個風水一定是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它完全沒有辦法納任何的氣 這個是在大溪地的一個度假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它只能度假 它不能居住 人如果經常長期住在水上屋的話 或者是架高的房屋的話 身體健康一定就會出問題 很簡單 除了我們所知道濕氣的影響之外 它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你的氣不會飛啊 氣一定是用運行的 氣一定是用爬樓梯的 氣不會飛 好 所以這是威尼斯大家都認識吧 像這種房子 淋著水邊的房子 其實我們都認為它是不好的 對 這叫割膠水 割膠水的案例不只是像這種威尼斯這種情況 好比是說你家的樓下直接貼著馬路 這種都叫做割膠水 緊貼著馬路沒有任何的人行道 是哪個歌 分割的歌 那當然它的原理還是因為 它的氣雖然說它會隨著水去夜行 但是它缺乏明堂 你要缺乏明堂 你看這邊假設這裡有一個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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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